我現在在阿里巴巴做的 position 就是 Data Analyst 在這裡的 Post 其實是運營專員 即是 Marketing Operator 我做事和 Marketing 都有點相關 因為我是做關於 Live 和 Content Marketing 整個園區不像一個 Office 其實它真的像大學的 Canberra 這次我很幸運可以加入這個計劃 深入地了解中國電商的發展和營養 這裡是更加實務你真的要去做的感覺 目前我在裡面是學到東西 有自主成分 裡面的 task 也是我覺得可以得到一些我期望中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Program 在設計或規劃上 是一個很完整和全面的 阿里巴巴不是只是一間大的公司 它更加會像一些創業公司 所以都會跟不同的人接觸 這一樣東西都會覺得比較慶幸 我覺得這裡的 Working Style 是很 Casual 和 Comfortable 如果你真的有事 要跟你上司的上司說 其實你就這樣彈去他的位置 跟他講一聲 然後他都會很歡迎你 很 Friendly 阿里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好像多個 像朋友多個像同事 實習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鮮的學業 能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思維 那這個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的工作很重要的是創新 對我們工作來說其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其實大家都會很信任我們 而且真的很放手讓我們著手去做 他們是很支持你去開始任何事情 真的是阿里巴巴巴 不要覺得會否這樣不行 其實不會 可能會給你很大的感興趣去做這件事 真的會讓你當你是一個全身的員工 去叫你去做一個項目 不會因為你實習生意 就給一些可能 反正你都在這裡半年 那就不教你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不讓你學一些什麼技巧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主動性和責任 會更加大一點 你需要很快去吸收或者理解這個工作的性質 還有另一方面是對人緣變動上面的 去很快速的適應 要幫主觀去解決一些問題 還有很多時候這些問題 未必可以我們用自己的言語去表達 那我覺得香港的學生是需要 有這一方面的心理準備 反而你六個月 你真的可能用兩三個星期去慢慢去 去探索一些你不懂的東西 那可能一個月去適應 那其他幾個月就可以發揮你自己的能力 都會讓人看見你其實是一個什麼人 第一件事你要有熱性 創造性 真的 創造性 挑戰 你會覺得這個感受很大很大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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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 SW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